可以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鍾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呢 是由燦爛時光公民行動引營 紀錄資料庫以及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聯合自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晚上的10點 在中正大學精神經事廣播電台 FM88.1當中會播出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 會播出之後呢 會來跟在公庫的網站 或者是在參賽時報網站 也可以看到我們後續節目的播出 先來跟大家談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前一陣子如果你常在臉書上面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一個名字叫做鄭信哲 然後鄭信哲他不是一個名字 他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玩的地方還非常多 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國外 甚至在夜市 甚至在課堂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鄭信哲的身影 鄭信哲到底是誰 為什麼他要一直玩 這個一直玩到底背後 要告訴我們什麼樣的訊息 今天節目當中要跟他邀請到的是 FACE聯盟的執行長林欣宜 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欣宜你好 大家好 我們知道鄭信哲一直玩一直玩 其實是FACE聯盟發起的一個活動 可以先簡單一下 講這個活動是在幹嘛嗎 很多人可能一頭霧水點進去之後 鄭信哲好像去了很多地方 他到底是誰 為什麼有這個活動呢 OK 鄭信哲事實上 他現在是台灣目前一個定驗的死刑犯 那他的案件是發生在2002年 然後2006年的時候定驗 那FACE聯盟我們在2006年跟他接觸 事實上我們一直到2010年 因為作家張捐芬 也是FACE聯盟成員張捐芬 他深入研究這個案件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案件有非常多的問題 那在2011年的時候我們跟 冤域平反協會合作 所以組成了一個律師團 然後針對鄭信哲案展開救援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從2002年一直到現在 他已經被被關在台中看守所裡面12年了 因為台灣現在是執行死刑的狀況 因此我們非常的擔心他隨時有被執行死刑的可能性 不見得真的大家都聽過他的名字 我後來發現 我自己後來發現 我們以為鄭信哲在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之後 已經有很多很多人知道他了 可是後來你會去 比如說你去平常生活的人 或者我曾經去演講 發現學生裡面有大部分人是沒有聽過他的名字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原本就是在想說 擔心這樣的狀況 所以原本就是覺得說我們要走出這個網路 然後我們要辦一個實體的活動 就是夜市人生 走到夜市裡面去跟一般人 試著跟一般人談一個死刑的冤案 應該要怎麼談 可是在籌備這個夜市人生之前 我們還是覺得說好像他的知名度不夠 如果說我們不做一些先前的一些活動的話 那或許來的人不會太多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在想說 10月10號是世界凡死刑日 也是江國慶日 那就是冤死的江國慶 他在那天出生的 所以我們希望藉這個機會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剛好10月10號到10月12號是三天的廉假 那經過這個平反大隊 鄭信哲平反大隊 所以我們大家的討論之後就覺得說 那或許我們可以發起一個一直玩的行動 然後只要讓大家很簡單的先去 Tag 鄭信哲 那這是一個很容易做得到的動作 那如果可以引起一陣的風潮之後 或許你可能接下來你會想要更認識它 那我覺得這樣子才有可能影響讓我們後來的夜市人生的行動可以比較成功 那果然我覺得果然是這樣 因為藉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的行動 我覺得說實在的大部分人一開始參與 可能有些人是真的知道鄭信哲案然後所以參與 可是我相信一定有一些人是覺得它是一件好玩的好玩的事情 流行的事情 可是它還是有幫助的 因為就是至少他願意去接觸 那後來也因為在網路上的這個串聯行動 就會發現有一些名人他是願意帶著他一起玩 然後也願意去介紹鄭信哲 例如馬世芳 那他就說他是曾經在一個遊行當中拿到鄭信哲的一個貼紙 然後他開始去思考說為什麼就是有人要救援他 然後開始去了解他的這個案件 後來馬世芳在我們的夜市人生這個行動當中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因為他也帶著他去領那個廣播金鐘獎 然後他的臉書上面隨時都跟大家講鄭信哲 他跟鄭信哲在一起 所以他的朋友就覺得說鄭信哲到底是你的誰啊 然後還跟著你去領獎 那一天夜市人生他也到現場來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了他自己的那個歷程 就是他的確是做過 就他不是只是聽了名字 然後就覺得這是一件流行的事情 就去跟隨這件事情 他是真的做了一些研究 那當然我們在網路上面 我們也有鄭信哲 我們最有的是鄭信哲的紀錄短片 所以他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在時間的走到這個所謂的人群當中 透過夜市人生的方式來跟大家互動 那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意思 而且非常好玩的一個活動 可是我不曉得在現場的這些逛夜市的朋友 或是參與的朋友 他們看到這些人群立牌 看到鄭信哲的這種形象 聽到鄭信哲的故事 他們反應是什麼 我們那一天我們選擇一下夜市 那原本是想說有沒有可能到台中 或是他的家鄉鳥去 可是真的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就選擇在台北出發 然後當然來的人那天還下雨 所以我們有點擔心會不會人不夠多 可是後來就是有一些 有些朋友是看了網路上面的宣傳而來的 那在現場我們也一再地呼籲說 跟現場逛夜市的朋友喊話 就是說我們在做什麼樣的活動 我們在聲援鄭信哲 我們希望他可以站進來 然後可以聽聽我們的說法 然後當然我們也有一些音樂的表演 那那天原本的三重青少年基地的小朋友們 他們也是整個都過來我們這邊參加活動 然後十幾個小朋友 他們就到夜市裡面去幫我們發 那個鄭信哲的傳單 就是他的這個說法 就是為鄭信哲寫封良心的信 那的確就吸引到有一些人 他就是真的站進來 因為你會發現說我們原本安排的椅子 是可能是原本就是想要來參加活動的人 他就坐下來了 你可以看到滿滿的周圍 就是站滿了很多人就站在旁邊看 然後站在旁邊聽 然後我們後面事實上也有余力共同廚房 他們有一個余力的會客菜 因為他們每個月都幫鄭信哲送一次會客菜 那他們這邊擺了一個攤子也很吸引人 大家就想要去聽 想要去吃 然後也想要去聽 然後你在後面擺了一個彈珠台 就是鄭信哲事實上在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前 他是在他們老家附近擺夜市的 那那時候他是說他在擺攤 擺遊戲攤 然後他說他自己也很時常會想一些有趣的遊戲 希望可以接引小朋友 所以我那時候擺了這個彈珠台 是希望重溫他那時候的夜市人生 因為他在他的人生事實上之後變成鐵窗人生 可是在那之前夜市的那段生活 對他來講 我相信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回憶 而且是家鄉的回憶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去體驗一下那樣的想法 那當然後來那個馬仕方他捐出了很多他的CD 然後他上台講話之後他也到那個旁邊去 然後很多人就問他 除了鄭信哲的問題也問他CD的問題 在那邊介紹各式各樣的好聽的CD 然後就做一賣 所以幫助我們很大 因為我們原本是沒有打算要有任何的所謂的募款的 那那天等於是說大家如果願意捐款的話 那我們就送他CD 那當然對於鄭信哲這個救援的團隊會有些幫助 例如我們就可能有能力可以再拍紀錄片 或者是我們有能力就可以再譯鄭信哲的說帖 對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特別我們透過一些大家日常生活的這種方式 把一個其實活生生的故事來跟大家接觸跟分享 那其實為什麼會選擇夜市人生 除了一方面他是一個人潮會比較聚集 比較多的一個地點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是欣宜剛剛提到的是 其實原本他是在夜市裡面去擺攤子的一個非常平凡的人 那鄭信哲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 為什麼會變成是一個死刑犯 然後為什麼你們要去救援呢 2002年的時候那時候鄭信哲他離開了他苗栗 然後他也結束了他的夜市擺攤的生活 他就想說他想要去台中 看看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工作的機會 那時候他在台中 他就遇到了他的同鄉羅武雄 然後有一天晚上羅武雄帶著他跟一些朋友 他們就到KTV裡面去唱歌 然後羅武雄事實上那個時候 他有點可能應該有一點是黑道的背景 那羅武雄在KTV裡面唱完唱歌之後 他就拿起了槍 然後對著那個酒瓶射擊 那當然KTV裡面的人 他聽到了這種槍擊 他一定會去報案 所以警察就來了 那警察進去包廂裡面的時候 然後就發生了一些槍擊活動 就是搏火 對搏火的這樣的狀況 然後最後的結果就是開槍羅武雄死亡了 然後有一位進去 最早進去的警察 蘇倩胚也死亡了 那所以就有兩個 在現場就有兩個人死亡 可是在現場的所有機震 事實上它是一個 我們說它是一個密室殺人事件 因為所有的人都被抓了 那所有的機震都保存在那個包廂裡面 所以應該它是一個很容易破案的一個案件 而且很容易查得清楚的案件 可是現場事實上所有的機震 都指向開火的人應該是羅武雄 就是蘇倩胚的死亡是因為羅武雄造成的 那後來你也發現就是說在槍上 事實上並沒有鄭慶澤的指紋 然後事實上他在那一次的撥火當中 事實上他腳就受傷了 因此他也不太可能 如同判決書上面講的 就是他穿過走道 然後走到了羅武雄的那個位置 去開槍射擊蘇倩胚 那因為為什麼要有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是因為所有的現場機震 都覺得說開槍的位置應該是在羅武雄的位置 羅武雄的位置 對 可是最後判決卻是鄭慶澤被判死刑 那而且現場事實上也 現場在旁邊的證人也都證明說 那個鄭慶澤他事實上是沒有離開他的位置的 因此他不可能按照判決書上面所說的 他離開他的位置 跑到羅武雄的位置去開槍 那我們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的卷宗裡面 是有把那個包廂裡面的狀況 可能記錄下來的 對 然後你會發現 那是一個非常狹小的包廂 事實上鄭慶澤他的位置 事實上是離蘇倩胚比較近的 如果他真的要開槍的話 他從他的位置很快的他就可以開槍 他不需要繞一個那麼大的圈 再加上他腳受傷 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最後判決卻一定要這樣子說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場的激震 就是那個彈道的那個激震 是從羅武雄的那個位置而來的 所以整個的判決事實上是有很多的矛盾 我們那時候2006年 鄭慶澤判死刑確定的時候 那時候FACE聯盟才剛成立 我們沒有什麼能力去了解他的這個案件 一直到2010年那時候 從其死刑執行 台灣開始執行死刑 那我們非常的擔心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案件都拿出來 再重新檢視一遍 那剛才提到捐分 事實上捐分也寫了一本書 叫私底KTV殺人事件 那個時候他特別研究了正性責案 才發現問題重重疑點重重 然後也包括就是發現說他有被刑求的狀況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開始努力的找說有沒有律師 就是願意跟著我們一起救援這個案件 那那時候羅秉承律師剛好他結束了蘇建合案 然後他也成立了冤獄平台協會 所以我們在2011年才開始了律師團的運作 然後因為律師團的運作 我們想辦法去要到了更多的卷奏 然後律師也分工做了一些整理 所以我們才更有自信的說 我們覺得正性責案是一個冤案 然後後來才開始有更多的團體 然後參與我們 不過從你剛剛的描述當中 似乎這個案件本身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這個荒謬的事情 他畢竟也經過了檢察官的 這個警察的偵訊 檢察官的起訴 最後法院也做出了一些判決 我們知道辦案本身是科學的辦案 那這些所謂的不管是檢察官也好 或是法官也好 其實都有做過一些專業的訓練 為什麼他們所做出來這個專業的訓練 跟你們所描述的這個正性責案件 它其實是有這麼大的落差 那是我們在整個的這個所謂的 法律的制度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還是這只是你們的一面之詞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國再討論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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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五百二十七 九千六百零二 五千零七十三 是鄭信哲 邱和順 謝志鴻因為冤案 被關在看守這個日子 而且這個數字 還在增加當中 讓我們一起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中正大學精神經事廣播電台 還有公民行動營紀錄資料庫 以及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聯合製播的視訊 跟音訊的節目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看到我們的視訊 也可以聽得到我們的廣播 在每個禮拜晚上的十點 在中正大學精神經事廣播電台 FM88.1的頻段當中 可以收聽得到 在禮拜天的晚上的九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上面 也會有我們的直播 今天的節目要來跟大家談一個話題 我們在上一段也提到說 在前一陣子有一個網路名人 或是臉書名人叫鄭信哲 他在這個網路上面 在臉書上面一直玩 事實上剛我們的來賓 欣義也告訴我們 其實這是一個冤獄 一個冤案 今天我們的節目當中 邀請到了FACE聯盟的資金長 林欣義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話題 欣義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剛剛我們有談到說 其實鄭信哲的這個案子 在你剛的描述裡面 其實發現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不管是從現場的狀況來看 或者是你們調閱的卷宗來看 都覺得鄭信哲基本上來講是一個冤案 那可是我覺得很好奇 例如說包括之前 我們也曾經談過的蘇建合的案子 那這個案子其實本身 你也發現是有很多專業的法官 或者是專業的檢察官 他們經過的非常多重置的 這個所謂的審理之後 他做出了判決 那你說在這個蘇建合案 我們看到他是過去比較 講南鐵比較迂腐的時代 那他做出了判決 我們大概也不太意外 可是2000年之後的這個案子 其實整個台灣的司法制度 照理講也應該有很大的改善 為什麼還會有這樣一個冤案呢 難道這些法官這些檢察官 他們的這個判斷能力是有問題的嗎 我覺得鄭信哲的案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是他死亡的是一個警察 我相信這會引起很多人 在很多情緒上面的一個 就是覺得警察是一個 保護社會大眾的人 然後他竟然被殺死了 因此事實上 只要是遇到了殺警案的時候 他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那我們會覺得說 激政就是說是羅武雄 可是羅武雄已經死亡了 那時候的感覺是 好像有人應該要為這件事情負責 那接下來要負責的人 看樣子就是鄭信哲 所以我們後來回過頭來 就是從2010年2011年那時候 羅秉承律師代理的律師團 我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而且我們也去訪問了一些 就是警察從業人員 他們就會覺得說 像這種重大的殺警的案件 他會被非常的重視 那因此我們那時候 我們要一些 比如說我們在卷宗裡面看到的一些 照片裡面 有警察有在拍攝錄影帶 可是我們從來沒看過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想要得到這些錄影帶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 也是一個黑畫面 對是沒有 就是他錄影帶 他就像蘇建河案的錄影帶一樣 不見了就是不見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去詢問過警察 就是資深的警察 他們就覺得說這比較不太可能 因為他是一個殺警的案件 所以他一定是一個重大的治安事件 所以他應該會被非常的看重 可是事實的結果 現實的結果就是 卷宗裡面我們也懷疑 可能照片不齊全 資料不齊全 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的 這個武器不對等的 那我們後來想辦法要 可是事實上也是 也是沒有辦法的 那時候羅律師也說 好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2002年應該 那時候很多沒有做好的現場的見識 現場的科學鑑定 雖然13年KTV已經不存在了 但是至少卷宗裡面 書記官有把現場的尺寸 一些座椅的位置都畫的 還有一些圖嘛 對 都寫的還算清楚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 試著現場重建 那當然有點困難 所以後來也在一位 建築師朋友的幫忙之下 我們就做了一個現場的模擬的模型 那你有一個具體的模型 你再來去做一個推演 你就會發現再次的證明 我們說的就是判決書的描述是荒謬的 那後來再往後進一步 我們就說好 那既然你說模型只是一個空間而已 可是動態發生了什麼事情 時間上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清楚 所以我們一樣的試著再用 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無罪我是鄭信澤》的那個短片裡面 我們用動畫的方式 試著去呈現判決書裡面所描述的狀況 你會發現就是荒謬 就是不可能的一個狀況 那我會覺得說 以民間團體來說 或是以律師團來說 我們盡我們所能去做到這個樣子 我會覺得我們的司法單位 他們有比我們有更大的能力 去做這種事情 那你要判一個人死刑 的確台灣現在還有死刑 你要去判一個人死刑 你要剝奪一個人的生命 像這樣子的一個疑慮 是不是應該要解釋清楚 那為什麼我們今年在這個時刻 我們覺得要幫鄭信澤做一些活動 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因為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終於終於 就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監察院做出了一個調查報告 就指出鄭信澤案有六大疑點 那這是首度 就是有所謂的政府的單位 他們做出了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調查報告 就是針對鄭信澤案提出質疑 那最後檢察總長也提起了非常上訴 因此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一再的說就是 讓鄭信澤案可以重新開啟審判 讓他在法庭上面證明他自己的清白 那過去我們做了很多努力都沒有成功 我再舉一個非常荒謬的例子 就是我們律師團提出再審 提出非常上訴 可是去審查要不要讓鄭信澤再審的這個法官 是曾經判過鄭信澤死刑的法官 哇 那我們要求法官迴避 對啊 可是不成功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說 這個法官曾經判過鄭信澤死刑 他要捍衛他的判決 他怎麼有可能看我們的訴求 然後說好我讓鄭信澤有一個再審的機會 因此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冤案平反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司法不是助力 他卻是重重的阻力 這其實是一個讓人家覺得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是包括你談到這個重審 居然是原來這個法官再來做這樣一個審查 那當然這個我們知道廢死團體 或者是主張廢屬死刑的人 其中有一個理由就是 這是一個就是說 這社會裡面的司法的冤域還有很多 那整個司法的這個審理 恐怕都還有很多的瑕疵 那其實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死刑不見得必須要這個執行 或者他在執行的時候 必須要特別的這種考慮 那當然是不是 兩者之間是不是有必然的關係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或是聽眾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我們回到這個司法本身 來看這件事情好了 類似像這個所謂的鄭信澤的這樣一個案子 在台灣的這個法律上面 或在判決上面有瑕疵 或是有疑慮的這種案子還很多嗎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都已經是屬於科學辦案的時代了 這些司法官 而是經過了考試 經過了非常嚴密的訓練 這樣的冤案還很多嗎 還是這種冤案還存在呢 我相信的確就是 我必須要很遲聽的講 我們的確也看到很多很認真的司法從業人員 有很認真的法官、檢察官跟警察 但是我們必須也要承認就是說 還是有很多的法官、檢察官 或者是檢警人員 事實上是不夠認真的 或者他們的能力 我覺得不見得是那麼的足夠的 那如果你問我說到底還有沒有冤案 我相信大家一定承認會有冤案 那可是有沒有死刑冤案 我們的政府是一再的否認的 他說蘇建何案是個案 江國慶案是個案 可是從費死聯盟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發現並不是這樣 他的黑數非常的多 例如雖然剛才只舉證信責案 可是我們目前就是以費死聯盟 或是以其他包括冤獄平反協會 財權會以及死法會一起救援的案件當中 還包括邱和順案以及謝志鴻案 是我們目前認為在死刑定驗的死刑犯當中 我們覺得非常非常有問題的案件 那不代表就只有這三個案件 因為你要發現一個冤案 他們都有刑囚的問題存在 然後所有的直接證據 都沒有辦法證明他們三個人有作 然後包括有些譬如說邱和順案 甚至在所有的接證當中 根本沒有邱和順的指紋 然後謝志鴻的狀況也是這樣 鄭信澤的狀況也是這樣 然後他們都被刑囚 然後因為自白的關係而被判決死刑 然後當然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他們三個人在他們那時候犯案之前 事實上都是十幾二十年前 很年輕的時候 他們可能不如你不像我們想像中的是 所謂的看起來很像是中產階級 或是大學生或者是這樣子的好孩子 那他們有他們辛苦的人生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都覺得說 他們看起來就好像像壞人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或許刻板影響 所以就會覺得說他們一定有作 那剛才講到說他們的背景 或許不是那麼的好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們都沒有辦法讓好的律師去協助他們 甚至他們被特意的阻擋沒有辦法接觸律師 那當然還有是他們自己沒辦法請得起律師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律師沒有辦法協助 所以事實上就在警察局裡面就行求 然後就自白 然後他們本來都想說我先承認了先脫離這裡 然後之後我再有機會去講實話 那證據會說話 像鄭幸子他因為相信說證據會說話 那可是最後卻並不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會覺得在台灣冤案的事情 或者是死刑犯裡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冤案 我會覺得不僅僅只是這三個案件 只是我們現在很具體的就是知道這三個案件 那我們會很希望說大家可以不相信FACE聯盟 也不相信其他的救援團體 我們說的話的確是我們的一面之詞 你如果要這樣想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負責任的做一件事情 是想辦法去研究他們 因為事實上在網路上面有很多的資訊 你只要是Google他們三個人的名字 就有很多的訊息 甚至判決書都在網路上面 你只要自己想說 如果這樣的判決是判決你死刑 你不接受這樣的判決 那如果你不接受這樣的判決的時候 你也可以 你還是可以不用支持廢除死刑這樣的想法 可是你要不要想想看 我們要不要支持這三個人 然後想辦法為他們找尋一個 可以重新開啟審判的一個機會 因為大家要知道台灣死刑執行 是以全台灣人的名義來執行死刑 所以當初江國慶被執行死刑 我們都有在其中 然後盧政案被執行死刑 我們都要負擔一部分的責任 因為他不是以法務部長一個人的名義 他是以全台灣人的名義來執行這樣的死刑 這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是以全台灣人的名義在執行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判決 他不是說我法務部長 我法務部長簽署執行令 事實上這個判決是代表著所謂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OK 他下了一個決定 所以我們決定要殺了這個人 要執行這個人 所以不要覺得說我們沒有任何的責任在裡面 那我們真的很希望說大家可以跟著我們 你可以質疑這三個人質疑我們的說法 但是不要不採取任何行動 去找出支持你 支持你相信確信他們是殺人犯的理由 否則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我們要想辦法不要讓國家再錯殺人 而且你可以想像就是說如果國家錯殺了這三個死刑犯 意思是說國家也錯放了 可能也錯放了一些應該犯罪 當然鄭信澤案我們覺得很比較清楚的是說 他在現場我們認為 比較認為羅武雄是比較有可能的 那可是其他的案件當中是不是有 比如說邱和順案來講那到底是誰 所以我們之前就在講說每一個死刑的冤案 當發生一個死刑的冤案 你就有可能是你除了錯殺人之外 你可能也錯放了真正做壞事的人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不管我們是不是支持死刑 這個司法制度本身的所謂的公平科學 這種歧視偏見的基本的價值 我覺得是每個人都不需要去追求的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如果不解決的話 談死刑其實都已經是一個非常後端的事情 但是比較有趣的甚至荒謬的是台灣在這個部分 甚至很多國家在司法的公平性上面 他的證據性上面他經常就會受到很大的質疑 節目最後想要請教欣宜就是 接下來Face聯盟或者是有關相關的確認行動 有什麼樣的計畫呢 如果是一般的觀眾一般的朋友們 他可以有什麼樣的方法去了解跟參與呢 我們現在很希望的事情就是 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來了解他們的案件 然後更進一步你可以跟別人說明這個案件 那我們在11月7號的時候 我們有三部紀錄短片要公布 那蘇建和劉炳朗跟莊靈勳他們也幫我們做了一個宣傳短片 他們說4170天是他們三個人在監獄裡面 因為冤案而被被關在監獄裡面的日子 他們已經停止了4170天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事實上邱和瑞已經被關了九千多天了 將近一萬天 然後謝志鴻已經被關了五千多天 然後鄭信澤已經被關了四千多天 所以我們會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可以讓這個數字停止 那我們會希望說我們到時候紀錄片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有人願意讓我們帶著這個紀錄片去做演講的話 我們會非常願意 因為這就是走入社會群眾當中 而不是只在網路上面做運動 那當然如果你更願意多做一點事情的話 或許你可以拍下一個短片 10秒鐘的短片 然後告訴我們你為鄭信澤 你為邱和順 你會謝志鴻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會希望說大家上傳在網路上面 那或許我們後面可以再做一些影片的整理 我們可以再有一個紀錄片 因為我們當然會很希望說在網路上面引起很大的迴響 但是我們更希望在實質的社會當中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跟更多人討論 那這些關注跟這些討論 我相信會給我們的司法系統一些警惕 然後讓他們更慎重的去處理他們的案件 那是不是可以有再審 是不是可以有非常上訴 是不是有任何的可能性讓他們重啟審判 讓他們在法庭上面證明他們的情反 會受到這個冤案或是願意通常就是正常人 而我們每個人都是所謂的正常人 既然別的正常人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你這個正常人恐怕也有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最重要並不是在於死不死心的事情 而是在於你對於司法制度 對於所謂的公平正義 對於整個的司法程序你關不關心 我想很多時候我們要去關心自己 也要關心別人 關心別人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關心我們自己 包括從邱和順 從鄭信哲這幾個案子當中 我們就開始了解 我相信透過我們的力量 可以慢慢的去從了解 而讓這個司法 開始慢慢產生更好的改變 今天謝謝欣宜來跟我們一起來連線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來跟欣宜討論相關的話題 謝謝 謝謝 我的愛 會給你個擁抱 抬起頭 感受生命的溫暖 - -